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双肩论股 现在是下午接近两点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ELLA TRANSIC 这只股呢 是我youtubechannel里面的一位会员所问的股 他就问几时可以卖 我就认为呢 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吧 首先 你要看回我之前讲这个股的视频 应该是两个礼拜前吧 那时候我就说 庄家的本钱呢 应该是这个位置 0.98 庄家 而下面这边呢 全部这个有这个支撑盘 这是0.98 对庄家来讲呢 通常都要赚100%吧 最少呀 你看 你看这位庄家过去的股价呢 都是上了100啊 200300这样的 所以100%呢 是最低要求 0.98的 180是多少钱 大概是快8 所以呢 我是认为呢 他正在上涨中 今天早上的时候 今天早上正是突破啊 突破新高看到吗 突破新高 突破这个筹码峰 突破这个盘整区 这肯定呢 当然是继续 不要轻易的下车吧 呀 看他会去到多久 我们就看一下他 会不会去到快8000 当然他不可能一下 一步就到位的 期间呢 可能又上又下 又上又下 这样子的啊 只要我认为呢 只要他 你可以看见事情 你看一下每一次 这边有一个筹码峰 筹码峰 这边有个筹码峰 只要他上去的时候 如果他回来的时候啊 没有跌破这个最底呢 最靠近的筹码峰 是ok的 就继续守住吧 什么东西也不要做 继续继续跟 继续跟车 这个是我的个人看法 呃 当然这个是我猜的啦 你们自己做功课啊 你的钱你自己做足 我这里呢 是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的 谢谢大家